哇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知道我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洗刀 是用来切削金属的工具 你别看它冷冷冰冰的 它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日常生活上面 包括手机的金属外壳 还有这个飞机的螺旋桨 涡轮 都是用洗刀加工做成的 是不是觉得很好奇呢 现在就跟我一块去拜访这家 位居台湾龙头地位的洗刀制造公司 一块去看看咯 你认识藏身在工业界中 重要的幕后推手洗刀吗 这个专门切削金属的刀具 可以说是全球工业界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国内有间公司出产高品质的洗刀 优良的产品创销欧洲 美国 日本等国家 洗刀来说呢 基本上它就是像是我们的一个 十一柱形上面 我们必须要用到的消耗品 我们用在的方面 以大家现在最生活上息息相关的 就是我们的手机 在手机的现在的外壳上面 基本上都是金属切削 那在切削这个金属上面呢 就必须要用洗刀上面的加工 那当然还有非常多的一个项目 是必须用洗刀来做一个加工的 那这个是跟各位 比较有息息相关的部分 成立了将近二十年的公司 原本从代工起家 后来因为盼望能够深耕企业 永续经营 在2004年转型成自由品牌 一路上遭遇不少困难 不过他们成功开创新局面 也获得外界肯定 在OEM的状况之下 我们都必须要符合客户的需求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创新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有了自己的品牌之后 我们可以加注我们的一个设计 还有公司产品的一个特性 去加注在产品上面 那能够在有特色上面更大的发挥 甚至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单纯的一个洗刀 道具形式上 我们也拿到了17项以上之多的一个专利 那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拿到了金手奖 那今年的时候甚至更拿到了国家磐石奖的一个奖励 那也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因为一条龙的生产制程 他们能够在品质管制做到最严格的把关 这几年他们更努力精进产品性能 也落实环保概念 我们公司的一个理念就是 再将环保的一个观念加注在产品的设计上面 就是在我们其中有一个系列的产品 它能够减少在加工之中使用切削液的状况 那我们都知道切削液 基本上它是很不容易分解在这个大地之中的 所以能够尽量减少切削液的使用 就是能够做到环保的一个状况 另外他们也购置油物回收 以及冷却油重复使用的设备 可说的油可以重复使用三到五年 减少污染以及油耗 因为产业经营良好 他们也执行扩厂计划 新建绿色营运总部 每一步都更加迈进环境友善的目标 公司现在未来正在建构的一个新厂 就是我们未来的营运总部 就在我们的金科厂房里面 那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也大量的使用了一个绿色建筑 那整个的一个环境的绿化 都做到相当大的一个绿化程度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间公司引进幸福企业的新思维 从照顾员工开始实现社会责任 提供多面向的实质关怀 在公司设立多元的社团 志工服务队 让员工安身安心 在上班时也能保有正向情绪 那其实打造一个幸福企业 这是我们公司一向以来的一个远景跟一个心愿 那因为我们公司是属于传统产业 那在传统产业里面呢 大家的一个感觉都是非常的生硬的 冰冰的 那我们在这方面呢 我们要改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起于员工照顾开始 甚至于就是到最后要实现到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在员工服役呢 这个部分提供了相当优渥的一个条件 那这个在业界上面是优于非常多的一个产业 在教育训练的方面呢 公司有总共规划了一个五年期的一个教育训练 那让针对于员工的身心灵 还有在工作的质量提升上面 都有相当大的琢磨 最主要的是呢 在生活的表现上 还有自己的身心灵提升上 抗压性的一个压力的这个训练 还有一个对人处事 待人的一个接待的方面的这个部分的训练 那我们在整个里面的训练 也引进了一个所谓的扑打的系统 然后对于人的识别去做一个区分 能够让人跟人之间能够有 比较更进一步深入的一个了解 许多企业主生系 让员工感到幸福 公司的竞争力也会提升 传统产业的创新 除了在产品性能方面加强 连企业管理的思维 也得跟上全球脉动 业者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 让员工在生意冷冰的洗刀产业 也能感受满满的温暖与关怀 也成为幸福企业的新典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